这边又顺手 改成小写 你刚才说什么 这个给放进去 然后布局里边这个已经也有了 这个呢就用不着了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界面 按照布局的话 这应该是怎么布的 你感觉用什么布局 怎么布这个界面 先进布局 所以说你在布局的时候 碰到那种复杂的界面 或者什么的时候 你就是说 先整体知道吧 把它划分成小的这种区域 小的块 然后再进一步的逐步细化 对吧 像咱们这个界面 很明显的就能观察到 它就是头 尾 中间的主体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边就定 头先定 中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内容 先不管呢 对吧 就定 头 尾 对吧 先把它给定出来 然后咱们先实现它这个头 在这头呢 咱们能看到这个 看这个阶突 因为在咱们这个其他的界面里边不都有这个头还有这个尾吗 对吧 咱们把它就是应该英克路的标签这个也用过吧 对吧 咱们用英克路的标签的方式把它这个头尾包含进来 给它单独分离开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界面的时候 尽量就是说 给它做了这种 就是 比如说一些能抽取出来的这些界面或什么 就把它给分离开来 就尽量 不要在一个界面里边写很多很复杂的这种界面代码 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你最后就是 你看到这个界面你自己写的你都不知道到底是说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 咱们先把这个 如果要用英克路的标签的话 对吧 咱们就得先把这个头先给做好 才能有文件包 咱们在这里边再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头 对吧 建一个布局 咱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布局的话 因为咱们这右边还要放一个那个回推按钮吗 在那里边 我们可以看这个 来观察一下 打开装好的这个 因为 在这里边有回推按钮 这里边就给它用一个 相对布局比较合适 这个头叫什么 这叫 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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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的话 用这个相对布局 咱们能看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这里边 放一个态势标签 对不对 标签到最后咱们肯定会 做一些控制 把它这个ID给它定一下 然后这里边就是说 有一些约定 咱们就要事先约定一下 这些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 咱们在里边既然做这个项目 就用我自己习惯一点 我感觉稍微好一点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习惯 或者什么 只要是好习惯 你也可以用你的 对吧 我这里边我比较喜欢什么 像这种 像这种控制 我比较喜欢前面加前队 你比如说 Taxville 我前面加TV 我一般是加TV 我一般取它这种缩写 像那个编辑框吗 那个 对 就是一提 然后像布局的话 要是起ID的话 我一般比较喜欢 前面加个LAY 对吧 当然你有自己更好了 你看有什么 合适前队 也可以 对 如果你是做 比如说团队开发 像这种 像这种约定 就要跟团队的成年事先约定好 商量好 行政文的 对不对 这里边我就直接用我的了 好 比如说TV 然后TV 这个叫什么 叫 Top Tattoo 是吧 然后这个肯定那个什么也要定义呢 这个高宽 对吧 对吧 一般 嗯 通到这个 稍等 点 嗯 嗯 好 咱们继续啊 然后定义它的这个高宽 在里边有些你不太确定的情况下 你比如像这个 像它这个title的话 肯定这个宽是把它撑吧 对不对 这个肯定就是不适应大型的 然后 你看 我就把这个tags文本直接写到它这里边了嘛 对吧 这个习惯就 习惯就不是很好 咱们就把它定义到那个pin里边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给它定义到 对吧 这里边 也用一下咱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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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到什么名字也好一点 这叫 或者是让我想把前缀给它加上也可以 这样的话很容易知道这个东西用的是用在哪个空箱是用的 是吧 就叫tv title 就算了 对吧 对吧 但那个叫什么呀 标题 就是 要不认识 是吧 等等 那 在这边 好 都是 和 名字还不太一样 改一下 这个用号 名字直接一样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一眼看出来 是属于哪个标签 这个标签 应该定到他这个上面 这个标签应该定义到这上面 让他这个布局填成就行了 对不对 他这个 让他不适应就可以了 像现在这个界面的话 如果对你来说的话 估计就是 做起来很简单 第一个 这个给他加上一个 那个位置吧 对吧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 是在他的这个左侧 对吧 你得让他靠左 靠左 这个吧 设成处就行了 对不对 靠左边 然后呢 再看看还有什么 属性一边要设 可以或者是可以先不设 不设咱们预览一下效果 对不对 对 一般就是通过预览效果 再改 然后在这里边 咱们的英特录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包含进来了 对吧 英特录的 是这个 LVY属性 这个有了 这个包含进去了 先预览一下 先做简 一开始先简单一点点 最后再逐步的 加快的这个进度 应该是这个 因为这个界面反正做起来 就是比较不难 还有一点点 图片 运行错了 是吧 运行这个 哦 我知道 我这个 虚拟机 建了是2.2 虚拟机 有可能运行不起来 稍等 我还是改一下版本 这个除了刚才的这个版本 要改回在2.2 拥有我的这个虚拟机 是2.2的 还是先暂时先改回来 这是无所谓 另外一个 这个 现在运行不起来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错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错它报了很奇怪 对不对 但其实是这错了 我刚才不是这弄的是那个 大写的报名 对不对 是吧 我后来改成小写了 对吧 你改了之后它很弱致 这个东西它不会替你改过来 算了 这它没替你改 这样的话人家就可以了 这人家要加点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可以了 这是说你如果碰到它 报这个很奇怪 说就是这个 我以前也碰到 我只不过是得忘了 来看一样 那就进来了 弄了一个标题图 咱们底下又再多敲一点 它是在左边吧 对吧 也包含进来了 我们这次弄强一点 它这个有一个那个什么 有一个背景是吧 这现在反正程序能正常运行的 我们就可以多敲一点 然后这个背景是用哪个笔票 我看一下 这边用的是 笔记拆头 这个图片资源包 我还没靠进来 稍等 我把这里的图片资源包 我现在没靠进来 像这种图片的话 你在就是 真正工作过程中 都是美工帮你做好 切好 直接 直接拿过来用 这时候这个图片 就可以用了吗 有了吧 有这个Tattle的这个背景 是不是 咱们给它包进来 这个Train 然后 这个Select 咱们现在用不着 我暂时再拿它去删 然后包吵 需要一个东西 看是不是咱们想要的效果 哦 这个用了这个 你把它给撑满了 肯定不行 这个 这个布局高度 你是要制定一下 制定一下 它这个 那个图片来调的 嗯 反正是 我记得我当时在 你说你直接 直接跑到这 因为我 我之前弄的这个代码 没有仔细感 直接指定的高度 基本上 一样是算在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 它的这个 颜色 咱们也制定一下 颜色的话 用那个 咱们弄一个 这个Color文件把 事先把一些颜色 放到这个Color文件里 我可以从这里边 直接把我 以前用的Color 转 我这里预定了 有黑色 啊 有 应该用这个 应该是直接用这个 这个Color文件应该你也知道 有吧 对 第一 这是原则 基本上 样式 大概样式 就有了 就有了 然后 咱们把那个 这个先暂时 先不调整 然后咱们把这个 Man的这个背景 也给它制定 我这个Man应该是在这上面 直接制定的 制定的背景 然后图片 我看一下 名字是第一 但是你发现没刚才这个在指定了之后 它那个宽度 高度是不是明显变窄了 还不能让它自适应 这个自适应啊 我无计 它应该是自适应的是这个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就先前 我在上面 给它指定死了一个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是 这个图片应该是那个什么的 图片应该就是37BP的